從軟面劑腸胃藥缺到抗生素 基層藥局到大醫院都缺藥 一般慢性處方簽 藥領不完全 正值缺藥黑暗期 但健保署仍照看藥價 健保的藥價調整 是依據健保法第46條 跟62條的規定來執行 那麼明定就是在4月1號開始生效 所以我們會按照既定的 行程依法來辦理 藥界傳出健保會正討論 因缺藥惡化 將抵造疫情年 藥價維持不調整 但健保署人說 維持3月1號公告 新藥價4月1號上路 預計調整609項藥品 至於缺藥取得困難的88項藥品 經過比對 多數已不在調整範圍內 88項 的確是有陸陸續續 我們有收到這些相關的藥品 那剛剛講 我們已經做過一些整理了 那後續會不會還有 這個缺藥藥品 我想還是可能會有 藥價雖照砍 但衛福部啟動跨單位因應作為 短期針對缺藥品項檢討藥價 中期常設房區藥中心規劃 全國統一採購試辦計畫 長期全面檢討藥價政策 臨床常用 缺因缺工大缺的軟面劑 氧化美 以核准其他廠商製造 三月起月產三千萬錠 抗生素阿蒙西林供不應求 協調股產業者生產 三月起月產兩千兩百萬顆 而兒童止吐酸劑因業者停產 也協調股產業者生產 三月都能恢復正常供應 有一些兒童的用藥 那麼因為量少而造成到這個廠商供應上的意願 我們也會來跟大家討論 那麼必要的時候 來示範全國的統一採購 食藥署原先藥品通報平台 IP無法提早預警 衛福部允諾常設防缺藥中心 整合基層藥局到大醫院 藥廠醫療界工協會 和衛福部公家單位 四角齊全提早掌握缺藥警訊 避免民眾用藥權益再受損害 靜心磊請陳盛一探訪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